天前,在第一项之中,自己的风头被北玉的一个新生夺走之后,他虽然表面上没有展露出什么意思,不过在心中他已经无比的震怒了,而且那个小子还破了由冬玉前辈学员留下的记录。 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手段,我要用真正的实力告诉所有人,这里的主角是我乔黄。 乔黄拳头猛然握紧,心中也是低声吼道,他特意去拿欺阳果,就是想炼制一枚四级巅峰的弹药来证明自己。 我完成了。 就在乔逸心中怒吼,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将弹炉中药液凝聚成弹指使,一道轻飘飘还带点傲色的声音,突然从北玉学员所在的方向传来。 超之天,他炼弹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? 天哪,四级弹药,看那色泽起码是四瓶以上。 这才短短两年,赵日天的进步居然比乔黄还要大。 一道道窃窃私语声,从围观的人群之中发出。 显然,对于赵日成率先完成,许多人都是感到震惊。 虽然在上一届的时候,赵日天也有过惊艳的表现,不过与乔黄他们比起来那就差得远了。 许真啊,你这北玉丹塔干得不错吗? 嘿嘿嘿,这些小兔崽子,我都让他们低调一点了,还是不知道收敛。 哎。 左学真也是甘笑两声,轻笑着说道,但是语气之中却没有半点责怪之意,有的只是骄傲、自豪。 听到左学真做作的话语,求玉叔嘴角一抽,心中大骂这个老鬼脸皮之后。 另外几名塔主也是强忍着心中的偶艺。 其实,左学真心中也是好生奇怪,赵日天这词天赋是不足,甚至他都有想赵日天日后的成就恐怕不会低于自己。 而左学真与赵家家主关系极为不错,所以对于赵日天的培养也是尽心尽责。 但是,他怎么也想不通,这赵日天自己闭关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,这一出来怎么就跟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似的? 或许是上次峰会,乔黄和林毅给他的压力吧。 最后,左学真也是干脆没有去身下,将原因归根在赵日天自己身上。 赵日天,你个手下败将,也敢来和我抢风头。 乔黄心中怒吼一声,手掌猛地拍在丹炉之上。 随着乔黄手掌拍下,一道光芒从其丹炉之中飞射而出,同时一股让人闻上一口,都精神倍增的浓郁丹香也是散发而开。 哼,齐阳丹成,你们怎么和我争? 乔黄冷哼一声,手掌接住那枚丹药,光芒散去,一颗圆润细腻,看不出一丝瑕疵的丹药也是浮现在了众人的眼眸之中。 四级无品丹药? 哎,不过是乔黄啊! 见到乔黄手中的丹药,不少人都是惊呼出声。 在高台之上,几名塔主眼中也是闪过了一抹惊讶之色。 四级无品的齐阳丹,其炼制难度堪比五级丹药,乔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中炼制成功? 不错,不错。 屈华正满意地点了点头,语气中也是露出赞赏之色。 听到屈华正赞赏的话语,东玉丹药塔主嘴角也是勾起了一抹笑容。 乔黄这水平放在历届峰会中也算是极其顶尖的了,这便是他们东玉丹药的学员。 随着一道鹤声响起,林毅也是完成了炼丹药,从其手中丹药的色泽来看,个然也是一枚与赵日天不相上下的丹药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个个选手也是炼制出了一颗颗药香四溢的丹药,而先前最吸引目光的秦逸臣,此时依旧是不紧不慢地拍打着自己身前的小丹炉。 看起有些懒散的模样,若不是因为他还有所动作,别人几乎都要怀疑。 他已经睡着了。 装模作样的小子,在第一项消耗之中过大,此暴自弃了吗? 乔黄冷眼瞥了他一眼,心中冷哼道。 王道云,你他快点,磨叽磨叽,像个娘们一样。 赵日天看着秦逸臣那副模样,一时也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 不过,在看到王道云竟然还没有炼制出丹药时,他终于是忍不住呵斥到。 那两个曾经践踏他自尊的人都已经炼制出丹药了,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三级四品丹药。 这个时候,北玉丹塔却还只有自己一个人炼制出了丹药。 这也怪不得赵日天如此高级。 咚,陡然,一道闷响声从王道云身前的丹炉之中发出。 下一时,整个广场都是陡然变得安静下来。 一道道目光也是带着异色看向了王道云。 炸炉? 虽然在炼丹的过程中,炼丹失败的事情常有发生,在峰会中也并不少见。 不过,炸炉这种事情,在单届峰会中绝对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。 而现在,炸炉的事情就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,甚至还是从一个参加了两次峰会的老人手中出现。 哈哈哈哈哈哈,炸炉了,哎呀,北玉的孩子,真可怜。 见到王道云有些苍白的面色,林毅忍不住大笑出声。 王道云炸炉也就失去了在炼制的机会,这样一来,北玉就只剩下两枚丹药。 两枚丹药又如何能与他们相争呢? 看来这一项北玉注定要垫底。 赵日天这孩子的嗓门是真的大呀,把自己同伴这一嗓子吼得炸炉了,厉害,厉害呀。 仇玉叔也是不放过这个机会,激笑着说道,怎么回事啊。 而面对仇玉叔的讥讽,左学针却是没有与其争论,他的眉头紧紧皱起,眼眸之中也是有着疑惑之色闪动。 王道云的实力他非常清楚,就算在第一项中有所消耗,但是炼制一枚三级高品的弹药绝对不是问题。 我,你妈,刮娃子。 赵日天嘴巴张得老大,几个污秽的词语断断续续地从其口中蹦出,他的眼中更是充满了疑惑和愤怒,这一次他就是抱着一血浅耻的决心来到这里,不管因为什么原因,只要是输给了林毅,他都无法接受。 这也是为何,当初在听到秦义辰获得名额之后,赵日天会去缠着后者放弃的缘故,而此时,王道云的失误几乎是将北毅推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边缘之上。 一个人炸炉,那么北毅在这一项中极有可能会垫底,到时候第一项获得第一名,第二项却垫底,那样又如何去与林毅、侨皇去争呢? 不,不想啊。 仿若是感受到了赵日天那种不解和愤怒的眼神,王道云滴着脑袋,面色极其黯然的低难几声。 结个什么玩意儿? 就在赵日天即将发飙之时,一句轻飘飘的话语传了过来,开口之人正是那差点睡着了的秦义辰。 秦兄,他…… 赵日天指的指王道云,仿若是想到了上一次受到的侮辱,这一次恐怕又无法避免,赵日天的神情极其悲壮。 谁说两枚丹药就注定要垫底的? 秦义辰摇了摇头,声音不大,却是清晰地在每个人耳旁响起。 哼,你还能上天了不成吗? 仇义输心中冷哼一声,很是不以为然。 说到底呀,这个小子还是个连规矩都不太懂的心声。 只剩下两枚丹药,其价值评估如何能与实力差不多,甚至还要比他们强的对手炼制的三颗丹药相比较呢? 碰! 随着秦义辰一掌拍在那个小丹炉之上,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其丹炉之中飞射而出,一股浓郁的丹香缓缓升腾而起。 最后,犹如一团具有灵性的雾气一般,在秦义辰的上空形成了一片赤色的雾气云彩。 见到这一天,赵日天微微一恶,随后眼中涌起了狂喜之色。 好浓郁的丹香,竟然还出现了色泽? 望着那片几乎将北玉三人掩盖的赤色丹香,丹丰丰主屈华正嘴角一阵地抽搐,喃喃道。